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Edmond 钟弘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国际化域名跟电邮地址的事情 或者是直接的讲是讲中文域名在补给化这一个方面的工作 还有就是它的背景 首先在讲这个中文域名之前 首先介绍一下我负责的单位 就是DOT Asia DOT Asia就基本上很简单 我们是做一个顶级域 所以注册的域名 比方说domain.asia 当然就不是.com 分别就是在于最后面 我们叫这个顶级域或者是后绝 就是domain.asia 那DOT Asia的工作 其实我们DOT Asia的机构 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所以所有的点Asia的注册 收回来的收入 都会投放到推动亚洲区 去互联网发展或者是网络发展的部分上面 当中有比较重点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叫Netmission.asia 就是推动年轻人去参与网络管制 就是网络治理的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也是全球在推动 年轻人参与这个网络治理的计划里面 最早开始的 我们从2009年开始 已经推动这个年轻人 特别在亚太地区的年轻人 去参与这个网络管制的议题 另外一个也是相关的 就是我们作为亚太地区互联网管制 也是网络治理论坛的秘书处 就是APRIGF 是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的秘书处 这两个项目来讲 其实也是对于推动亚太地区 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吧 那对于我们今天讲的 关于中文域名或者是国际化域名来讲 其实也是相互相成的 在亚太地区 其实我们的本地的语言 不论在韩国、在日本、在这里、在台湾 或者我在香港的地方 基本上很多的在地的企业 也是以他们本土的语言来显示的 他们的顾客也是会以他们的 比方说无论在香港、在台湾 也是以中文为主 所以能够用中文域名 可是可以说是在这个网路的上面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能够表现到你的一个身份 还有就是你的品牌 那在讨论这个之前稍微讲一下这个技术层面上面 其实就好像域名 你知道最后绝刚才提到点Asia 现在来讲 其实这个技术上面是可以用到中文 比方说中文域名点亚洲 或者中文域名点台湾 这样 它背后的一个技术 我稍微讲一下 其实如果是有兴趣技术的朋友 你可以去深入一点去理解 不过简单的讲 其实每一个character 每一个符号在这个电脑的显示的背后 它是有一个code 有一个码的 它那个一般来讲 我们叫unicode 就是同意的那个码 然后它在域名解析的方面 一个中文域名 或者是国际化域名 我们叫IDN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它是会翻成一个字串 那个也是一个 这是英文A到Z 0到1的一个 我们叫punicode的东西 它是一串的字符 然后就在这个DNS 在这个域名的那个resolution方面 域名的解析方面 是以这一个字串来做 可是在这个域名以上呢 其实在那个电邮地址方面 也是可以使用中文 就好像稍微讲一下 你看到一个电邮地址 大概就是这个用户这一块 然后at那个符号 然后就是那个域名 然后跟顶级域 点顶级域这样的一个 做成一个电邮地址 所以现在的技术层面上面 其实从2003到大概2010年的时间点 已经在这个 我们叫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里面 通过了一系列的标准 所以无论是电邮地址 或者是域名 其实现在已经完全是标准化 不过在这个顶级域方面呢 一直到大概2012年到2016年开始呢 就开始有那个中文的顶级域 包括在点台湾 或者是在其他的顶级域 这个也是网络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在06年到大概2012年之前 其实整个互联网 其实也只不过大概200多个顶级域 一方面就是大家可能熟悉一点的 点.com 点.org 这样的另外就是一种叫国马的 就比方说在台湾就是点TW 在香港就是点HK这样 那在2012年之前 其实只有200多个 可是在2012年到2016年 一下增加了大概1000多个 现在来讲已经是超过1500个顶级域 当中包括大概10个%左右 是多语言的或者是国际化的顶级域 在这个情况底下 其实未来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国嘛 就好像点台湾 或者是其他的语言 阿拉伯的语言 阿拉伯的语言 比如说俄罗斯的语言 都会有它制止的一个顶级域 而且在中文方面 特别你可以看到 这个未来的发展 应该也会显示的 不同的中文域名 还有其他的语言的顶级域 可是你看到这里 可能也会发现一个 挺有趣的问题 特别我们在台 这里在台湾 或者是在香港 就是这个反简体的问题 比如说你看点网站这样 其实在顶级域的架构里面 一直到现在 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反简体的通用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在过去十几年 除了技术层面刚才讲过 已经有了标准以外 其实在这个政策方面 就是在policy方面 在注册的policy方面 我们需要做一点工作 因为在英文来讲 很容易就是大写的A 或者是小写的A 其实在用域名的时候 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你打这个大写的A 或者是大写的B 跟你打小写的 是没有分别 一样可以解析的 可是在这个中文域名 或者是国际化域名来讲 不同的语言 它们也有它们制止的 那种一体字的出现 在中文域名来讲 就是反简体 还有就是日本的字 或者是日本的汉字 也是同样的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在不同的 反正说一个名字来讲 很多时候 特别在香港现在的情况底下 越来越多就是反简的 都是温和或者是通用的情况 其实在台湾 也会有一些 比方说就是台湾的台 那个字就变成 有不同的写法 那在域名注册方面 因为在英文方面 它是可以大写小写一样 那你注册一笔 就能够覆盖这个 这个通用的点 可是在中文域名方面 如果中文域名要能够补给化 它反简通这个问题 必须要解决 因为如果你是注册了一个域名 然后 比方说在中国内地的人 去查询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可能使用简体的话 他没办法连接像这个网级 或者是你需要那个注册人 去注册多笔的域名 那对于中文域名的补给化 肯定是一个问题 而且是对于其他的语言 也同样的情况 就是比方说阿拉伯语 他们也有他们自制的一种挑战 在语言上面 他们有一些一体字 这样的问题 所以 其实在过去十几年来讲 不同的 在这个国际的群体里面 我们对于不同的语种 进行了蛮大的 一个政策的 处理政策的发展方面 就是从大概2014年到现在 通过了好多种种不同的 通过这个工作小组 去看每一个语言 到底它的一体字的方面 到底这个注册的 那个 这个政策应该怎么走 然后把 比方说在中文域名来讲 当然就是把简体 繁体 去拼合在一起 就是注册一笔 就能够拿到繁繁体的 还有就是传简体的 然后让不同中文 或者是华语的使用者 可以很通用地 使用这个中文域名 所以这一块 其实到现在 刚才讲到从2000年左右 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 花了一段时间 去把这个技术层面的标准搞好 然后前面的十几年 我们也把这个 在技术层面搞好以后 我们在政策上面 在这个繁简体 或者是不同的语言的 一体字方面 也现在已经搞得 差不多完成 所以后面 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在不同的 系统上面 能够显现到 中文域名这一块 那我们讲到的 就是那个叫 Universal Acceptance的事情 英文叫 Universal Acceptance 我知道中文 通常是翻普遍使用 这样 我个人认为 可能就是 把中文域名普及化 就比较容易解析 可是Universal Acceptance 我们到底是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在网路上面 只是Domain Name 或者是域名 或者是电邮地址 其实不单只是 这个发电邮 或者是在 这个登录网站的时候 使用的 而且这个 特别是电邮地址 通常很多不同的 登录的情况底下 都会使用这个 Email Address 都会使用这个 电邮地址 比方说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 你们也可能是 很多是使用 你的电邮地址 去登录的 那内设系统 到底能不能够 认证中文域名呢 这就变成 我们叫 Universal Acceptance的问题 其实 Universal Acceptance当中 它讲究的 就是能够接受 还有五个重点 一个就是Accept 就是接受 一个是Validate 能够看到 它是不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是Process 第四个是Store 就是传起来 就是那个Record方面 就是 最后就是Display 这五个方面 无论是Accept Validate Process Store 跟Display 都能够做到 我们叫完全的 Universal Acceptance Ready 那在于 这个 平管底下 其实不同的 域名的显现 有新的顶级域 也有 长一点的顶级域 也有中文的 或不同语言的顶级域 其实现在来讲 这个是蛮大的挑战 因为你可以想象 每一个系统 其实当中 它都会有使用 这个 无论是因为登录 或者是它 传送一些资料给你 也很多时候 是用这个电邮地址 来 来 来作为 那个跟用户 沟通的一个 最 最 最 底层的 或者是最 Foundational的 一个工具 你可以看到 现在来讲 其实这个UA的情况 在新的顶级域方面 就是新加入的 刚才讲到 从2012年之前 其实这个 域名的 顶级域名的量 其实是蛮小的 可是到现在 1000多个 甚至差不多 2000个顶级域来讲 其实并不是 每一个系统 都会能够 完全能够体现到 不过 如果你看 就是最下面的 点 SPA来讲 这是三个支付的 新的顶级域 它的补片 接收率 是比较高 大概也是超过了 90% 可是如果 你看 一起看下去 一起看上去吧 就是 如果是比较长的 一种新的顶级域 它的补给率 就只能达到 大概80% 然后如果 加入了 如果加入了 那个 IDN的方面 就是 国际化域名 在二级域名来讲 它已经一下子 跌到 大概 一半 50% 这样 如果 讲到中文域名 特别是中文的顶级域名来讲 中文域名的发展 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应用的城市 program application 能够接受中文域名这一块 所以 Universal Acceptance 我们所讲的 就是所有能够使用的域名 跟电邮地址 在所有的软件 还有application上面 都能够完全使用 这就是 Universal Acceptance 最重的目标 然后现在来讲 为什么 这还这么重要了 我下面会讲 几个方面 一个 就是当然 我们 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现在也是跟大家讲中文 可是 虽然我的国语 不是那么好 可是 可以看到 在网络世界上面 虽然人 母语 大部分是 非英语的情况 可是 在网络世界里面 在现在的 web 我们还是有 大概60% 但最近的一个研究 你看到 大概57% 还是在英语的 content 还是英语的 网站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其实 对于很多 对于很多 母语 并不是 英文来讲的 用户 对他们来讲 是一种 一种 挑战吧 然后 最后就是 这里 在台湾 或者是在香港 其实很多人 都能够上网 可是不要忘记 就是全世界 还是有 超过10个亿 20个亿的人 还是没有上网的 而且 那些人 大部分 都不会是用 英语 作为他们的母语 所以 在这个方面 其实 中文域名 或者是其他 语言 的 域名 还有电邮 地址 对于 这些 新进来的 网络的 用户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能说 比方说 无论是香港 或者是台湾 你可能说 那打几个 英文字母 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了 而且 在这个 中文域名 可能你也听过 这过去十年 都已经有了 可是没有太补给 那为什么 还花这么多 努力去做呢 其实我下面 希望讲 三个 比较重点 去说 为什么中文域名 其实在 现在的环境 就算是在台湾 或者香港 也是这么重要 就是 第一个 就是语言 正义 这个问题 无论是 现在 有没有人用 其实在这个 全球化的 网络里面 如果没有 不同语言的 标签 没有 不同语言的 域名 跟电邮地址 那个 其实是一个 语言正义的问题 并不是说 只是 现在市场上面 有没有人用 而是 基本上 用户 他本身的身份 能不能在 网络上面 最完全的表达 那个是 语言正义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在 现实世界 我们也看到 比方说 联合国 在这个十年 其实他定了 这十年 作为一个 Decade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 比较小数民族的 语言 现在已经开始 被变远化 那变远化之后呢 因为没有人说 没有人写的时候 它很快变成 会灭亡 灭亡 所以这个 语言正义的 一个方面 最主要的 不单只是保存 而只是保持 他通用 这个方面 在网络上 也一样 刚才讲到 现在 英语的网站 还是占超过一半 可是 以英语 作为母语的人 其实在全球 并不是 这么多 那对于 语言正义方面 这个是 为什么 中文域名 是当中的 推动中文域名 或者是 国际化域名 当中 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 第二点 想跟大家讲的 有的时候 很多我们技术的 朋友们 他们看到 不同语言的 顶级域 或者是 语名 电视地址 他们会觉得 可能在 这个 安全性上面 非常麻烦 特别刚才 也提到 这个繁体 简体 或者是 不同语种 他们的 一体制的问题 都可能 会现实到 是不是对 网络保安 有什么的 影响 其实我希望 跟那些 特别是 技术的朋友们 还有就是 做政策的 朋友们 讲一下 其实一个 多一种的 域名 多一种的 网络 是对于 用户来讲 他会给 一个更 安全的 环境 为什么我这样 讲呢 其实 如果大家 也肯定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作为一个 Cyber Security Expert 或者是 网络安全的 一个专家 他如何 会叫 一些用户 特别是 新的用户 他第一件事情 去跟用户 谈防范 钓鱼网站的 事情 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 看你的电邮 是谁发这个电邮 给你的 还有就是 那个连接的 那个domain 还有那个连接的 域名 还有这个url 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 要看清楚 到底是 这个电邮 发电邮 给你的 那个人 是你熟悉的吗 你看得清楚 那个电邮 地址 是来源 大概是 你能够信任的吗 那对于 一个用户来讲 可能一个 英文的字串 对于 特别对于 一个不是英语 作为母语的 用户来讲 它很难分辨 不过 如果是一个 新的用户 它本来 母语是中文 比方说 你一看到 电邮地址 如果它是 用中文显示的 它很容易 就会看得出来 比较容易 会看得出来 哪一个电邮地址 比较可以信任 那个就是 为什么 一个 multilingual internet 会能够让我们 有一个 safer internet 这个说法 所以 不要 只是看 就是 我们要处理 更多的语言 就会变成 有一个保安 上面的 一个挑战 其实对于 一般的用户来讲 能够使用 中文渔民 能够使用 中文的电邮地址 对他们 防范这个 钓鱼网站 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 市场 适行的一个问题 就是market failure 只是现在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讲到 就是不同的 application 或者是不同的 平台 他们还是没有 完全 接受 这个中文渔民 或者是中文的 电邮地址 我看 这个是市场适衡 失去平衡的 一个 最大的问题 就是潜在的 需求 没办法 显现出来 因为 在这个供应上面 这个用户 根本不知道 很多用户 根本不知道 他们是 其实是可以 使用中文渔民 中文电邮地址的 还有就是 很多企业 他根本不知道 如果使用中文 域民 中文电邮地址 其实对他 跟客户的联系 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他 所以这个需求 没有办法 显现出来 这个是一个市场 失衡的问题 那在市场 失去平衡以后呢 其实政策的干预 就变成重要了 一方面 是政策上面 无论是在 比方说 政府的角度上面 政府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一方面 在教育方面 在推动广泛使用 当然 他制止的使用 比方说 政府的网站 能够 接受 中文渔民 能够接受 中文的电邮地址 最后就是 政府制止的行为 比方说 做一些 或者是 就是做一些 information system 新的更新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采购吧 采购的方面 就是procurement方面 如果政府是要求 那个供应商 他能够接受 那个系统 必须要接受 中文渔民 或者是 不是一开始 去接受 起码有一个路线图 有一个时间表 去什么时候 他会达到 这个能够接受 中文渔民 中文电邮地址 这个方面 其实政府的行为 可能可以在这个 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 就是用户段的 就是能够 作为 其实我在 这个领域 我 我 我参与了 十几二十年的 过程 我相信 其实在用户 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 以一个 social movement 或者是一个 运动的方法 去看 我们需要一个 用户 他知道 他能够用 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母语 去表现 自己的身份 在网络上面 这个 相信会需要 一个 不同的 方面 去 support 然后让 这个语言正义 这个方面 能够显示 那当然 在国际的 群体里面 其实我们也 开始做 不同的工作 比方说 每年 我们在 ICAM 或者是 Data Asia 我们也 每一次都会参与 这个 Universal Acceptance Day 一般在 三月份 到五月份的时候 在全世界 不同的地方 去推动 所以 我相信 在政府的行为 还有就是 这个 从夏而上的 一种 社会运动的方法 是我们推动 中文育民 或者是 国际化育民 补给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 那最后 总结一下 就是 词试 对于 中文育民 或者是 国际化育民 电流地址 能够普遍使用 是一个 中文育民 的问题 就是 对于 如果 我们推动了 中文育民的 注册 或者是 电流地址 的使用 可是 并不是每一个 网站 并不是每一个 平台都能够 接受 那 用户 对于 中文育民的 信任 会减少 不单 只是 对于 中文育民 而此对于 一般的育民来讲 也是 也会出现 一个信任的问题 所以 总结一下 在这个 通用顶级 在这个 国际化育民方面 其实不单 只是技术上面 而此在 政策上面 其实 现在来讲 是完全能够配合 它代表的 并不是 光说 在这个 市场的使用方面 其实它对于 文化的保育 还有就是 在网路上面的 多元化 它是提供一个 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 Universal Acceptance 方面 我们刚才 讲到了一点 就是 一个 多语言的 互联网 多语言的 网路 只是对于 一般的用户来讲 它会给它 一个比较 安全 稳定的 一个 一个 对于 这个 Digital Inclusion 就是 数位 共融的 方面 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部分 这里我 稍微讲多一点 就是 刚才 刚才提到 很多 新进入 网路的人 对英文来讲 肯定不是 它的母语 就是 下面 还有 十几个亿的 还没有上网 的人 在全世界 不同的地方 只是 对于他们的 那个 数位 包容 或者是 数位 共融 的方面 多语言 或者是 国际化 域名 跟电流地址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 除了这个 以外 其实 一点就是 如果你看 你说 这个 中文 比方说 网站的内容 可以显示 中文 或者是 其他语言 就OK了吗 为什么 域名 或者是 电流地址 那么重要 我回到 刚才 也讲到的 一个部分 就是说 其实在 现在来讲 英语的内容 在 在 那个 web上面 也是 占了 大概 60% 你如果 回看一下 这个 你可以知道 在 World Wide Web 出现 前六年 World Wide Web 的发明 是 1989年 域名 跟电流地址 其实是 1983年的时候 已经 做好了 就是做好了 六年以后 当 这个 web 出生以后 当然 那个时候的 域名 跟电流地址 只接受 这个英文的 所以 我认为 其实 这个也是 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如果不好好解决 这个中文域名 跟电流地址 能够用 不同的语言的话 只是一个 网站上的内容 能够体现到 真的是 多元 就是多语言的话 是 非常困难的 所以 他们当中的 关系 是这样 你没有 最好的基础建设 只是 就是要建立一个 多元化 多语言的互联网 多语言的网路的 内容的世界 其实也是 更加困难 所以最后 还是回到一点 就是 现在来讲 中文域名的 或者是国际化域名的 技术层面 还有就是 这个政策层面 基本上都能够配合 下一步 就是 无论是用户 还有就是供应商 还有就是平台 全互联网的群体里面 我们需要推动 这个中文域名 这个多语言域名的 补给化 这是 语言正义的问题 而且是对于 未来的用户 网络安全的一个 问题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